嗨,大家好,我是Celene 我是Jeannie 這一次我們來胡志明拍不甘方的玩法 那之前已經介紹過很多東南亞的便宜行程了 但是本大小其實不是走這個路線啊 出國當然就是要花錢享受嘛 你這樣講我就不同意了 東南亞當然就是要花小錢 吃路邊攤,感受當地文化 不用花大錢也可以很好玩好不好 好啦,所以這一次就是要告訴大家 不管你是像Celene一樣喜歡花小錢 體驗當地文化 或是像我一樣花合理的價格享受 你都是可以在胡志明找到的 那這一次我們也從美食、街區、咖啡廳、夜景還有住宿 都各挑我們喜歡的然後實際去體驗 那影片最後拉盤可以告訴我們你們比較喜歡誰的推薦哦 那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不想有做過更多不甘方的玩法的話 記得訂閱咖啟鈴鐺哦 Let's go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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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胡志明想要拍美照 当然就是要来第一区啊 这边有很多巴士殖民留下来的建筑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欧洲一样 想要拍欧洲美照 不会是欧洲吗 来到胡志明 但要拍那种很融入当地的照片才对啊 各位 谁跟你说听许晨队 好啦 确实是蛮厉害 因为我们已经来越南三天了 这边真的完全不像是胡志明其他地方 这里也觉得很像越南版的冷水一格 对 那是椰子树 然后是建筑 其实真的蛮酷 就是很mix的感觉 胡志明的第一区从法国殖民时期到现在都是 胡志明最繁华的地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式建筑 还有现代高楼并屯的景象 胡志明市立美术馆 歌剧院 中央友局 市政厅 红教堂 这些都超级好拍 而且都非常的近 这一区的餐厅啊饭店也是最多的 小林快点 这会脏了 还要拍 对啊 我跟你们说 刚刚这个大小姐 我在美术馆 市政厅路边 都已经把它拍超多了 你还要拍 那你的工人就是帮我拍照啊 不然你要干嘛 我的东南就只有拍照吗 还 还有吗 哈哈哈 我真的好够分 各位男朋友们 绝对不要带女朋友来胡志明 然后你们的功用就是拍照拿东西 就这两个而已 他刚刚 真的好不省啊 你承认你是男生了 没有我承认 我承认我们两个在交往 啊不然就结婚好了 反正教堂在那边啦 搞不好我们就公正咯 我不要跟你结婚啊 店里很顺便帮我拍照 所以我不是男朋友 我是工具人 其实是工具人欸 工具人就是他要利用我 然后他还不给我名分 你就是工具人的完美呈现 好过分哦 我觉得你带的第一学漂亮对漂亮 但是就是已经太有名 我现在来到的是第五学 这边其实是蛮多华侨族座的地方 你带我来越南的中国城看哪 没有因为这边有一条巷子叫做 欸其实就要到了 找到了 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中国城 长得非常不一样 都其实不一样啊 这边其实有一点 中式融合乐式的感觉 蛮有味道的 对很有味道 其实我蛮喜欢这地方的 真的 真的 好多 好多鸡哦 我刚刚在路边就想说完了 我要输了 我刚刚在路边就想说完了 我要输了 我自己也被嚇到 因为我原本以为 它就是一个拍照 而且现在就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拍照了 你那个地方就是网美拍照的地方 我这个地方就是摄影师拍照的地方 你懂吗 好像没覆覆了 你看这边的人都是拿单业的 对不对 专业的 你好像输了 你输了 你输烂了 拍照拍拍拍 而且上面有人在动机欸 我第一次认真看到动机 好有趣 而且你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机罐 那个毛炸开 好有趣 真的很好玩哦 好想和想和你在一起 哈哈哈 你好好控制 我姐你要加给我 不是啦 这边一直听到中文歌欸 对啊 这真的好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这边很像是会太贵的 嗯嗯 我赢了吧 都来胡志明了 当然就是要吃法餐啊 这以前被法国殖民过 所以有非常多便宜又好吃的法国餐厅 都来胡志明了 当然像是很多当地的小吃 而且你在台北顶多就吃到河里 可是这边有更多不同的选项 今天要带河里来吃的是Lakoto 然后它是这边评价最好的法餐 你确定吗 这边看起来超级贵的欸 不是啊 因为这里之前被法国殖民过 所以一定要来吃法餐的 要先让我喝一碗 我这样有拿对吗 你要咬一下 咬一下咬一下 我先闻 蛮香的 蛮香的 我觉得好尴尬 然后这样看起来 因为我们就是各点了一个主餐 然后还有酒 然后这样一点大概是600台币左右 这样有很便宜吗 其实我不知道 超级便宜 还要10倍 10倍 你说台湾一餐法餐要6000块这样 你还要吃吗 怎么样 你知道我每次去法国的时候 就我一定会吃有风鸭 然后我觉得这道跟法国的味道是一样的 就是它里面的肉也是煮的 就是一丝一丝的那种 但是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上面的面皮 脆脆的口感 所以搭配它下面的肉一起吃 就超级好吃 你是故意味的 那观众口里才想得那么好吃吧 真的很好吃 好 我点的是它的stop chicken 它就是鸡腿捲 然后里面会包一些料 可恶 有点好吃 它里面啊 就是蔬菜 有放一些菇类之外 还有松露 还一口是松露的香气 没有百块可以吃到这很值得吧 诶 真的诶 我觉得你应该要紧张 我们要去吃小吃 你有没有很兴奋 你不要带我去吃那种 骗观光材的小吃 不会 我就是怕这个样 所以我真的特别早来 在胡志明住蛮久的朋友 他会带我们去吃 好 我相信你 好 朋友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就相信他们啊 情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啊 Benby是最常见的越南小吃之一 你几乎在每一个街角都可以找到 它是由法国面包 配上不同的肉 蔬菜还有香料做成的 How often you eat ban me Sem times a week Sem times a week OK 我点的是鸡肉的 它的面包比我想象中软 我是不是要吃小口一点 对 好 我吃小口一点 可是吃小口一点吃不到菜啊 那那那 你假装吃小口 但其实吃大口 它是烤的肉 然后它的菜又很清爽 整个搭在一起很好吃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每天都吃 因为真的超级便宜的 通常在这种市场附近都会有果汁店 这样就是完美的搭配 好吃吗 好吃 我是不是赢了 没有 我还是赢 不得不说 你跟这个场景好搭哦 我刚远远的拍你根本就是地区啊 所以现在是我们角色兑换了 没错 那叫做 Prunk Tint Nur 基本上是红� ,筣丹丹 However,Cent 今天才有Q 肉也炒得很香 它是其實煎得超級酥脆的 我真的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食物 大家來越南的話記得要試試看 這碗才6塊台幣欸 蠻值得的吧 再來是兩個女生點一碗就好了 不然它真的很大顆 接下來第三間餐廳是Jimmy的愛店 這間賣的是大Q的 然後因為昨天拍泰灣 所以你已經管 但Jimmy說一定要來 不然錯過會非常可惜 它看起來真的超級Local欸 就完全沒有任何觀光客 可是人還蠻多的啦 所以應該是好吃的 看起來是不是有夠厲害 有夠胡瓜的 這整間店超級香 他們超級超級猛的 就是之前要先把這個肉趕快拿起來 不然它整個皮會爛掉 因為它的皮應該是要脆脆的 它滷的超香的 它肉很嫩欸 這該是小吃店的等級嗎 有一盤醬可以蘸肉吃 就是還有很多不同吃法 吃到真的很好吃喔 這間店有一點遠 我們從市區 大家車大概要快要100塊台幣 對 然後這一碗大概 100桌頭 但我覺得很值得 真的很值得欸 因為它給你一整隻鴨豚 太誇張了 你是不是贏了 大家來胡志明一定要來吃這間店 另外兩間店也不錯啦 真的太好吃了 好 我不管你我要吃了 到胡志明想要看夜景 當然就是去可以看到河景的高空酒吧 這種高空酒吧通常就是在飯店的頂樓 所以氣氛都超級好的 有時候還會有life band的演奏欸 拜託 這樣的高空酒吧到處都是好不好 到胡志明看的 緊張的就是要坐在河邊 跟當地人一起喝酒聊天才是最棒的啊 現在帶Celine來可以看到夜景的安房 然後它是位在Hotel Majestic的頂樓 所以它直接在西貢河旁邊 你就可以一邊喝酒然後一邊看河景 一定超漂亮的 然後它有life band的演奏 我本來想說這應該是個很秀的酒吧 結果還蠻熱情的 對 其實我覺得還蠻意外 因為剛剛底下就是全部都是機車 然後超級吵的 但是在這邊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種感覺 對 你就可以從上面補看下面的那些車流啊 什麼的就是燈光閃爍 所以我就一整個覺得胡志明真的太美了 好啦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那種很high end 然後你不能大吵大鬧的酒吧 但是其實這邊像它剛在表演的時候就比較熱鬧 然後現在就是沒有表演的時候放音樂又蠻窮的 我其實蠻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view真的算是還不錯 可是我跟你說 我明天晚上要帶你去這個河的對面 然後從對面看河景過來也很漂亮 而且那裡 而且那裡不用錢 重點是不用錢 她來白天超妮買酒 然後我等一下就要帶Janny去看夜景 就是很期待 也要吃太久啊 沒錯 這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定會喜歡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覺得好擔心 那也是我好像查到的 夜景 只要花不到40塊台幣 這個地方叫做On K Bridge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胡志明 最熱鬧地區的正對面 所以這邊夜景非常漂亮 有吧 有厲害又很local吧 有真的是蠻厲害的 這邊就完全沒有觀光客 而且超級多年輕人的 有點像文化大學後山的感覺 而且我發現這邊超多死情侶的 因為這邊的座位 就直接面對河 然後就兩個兩個擺在一起 看了就很不爽 你快點去 而且好可愛喔 我們的酒還可以放在這個小板凳上 現在已經決定好我們的位置 然後打開皮就開始看夜景了 是不是很爽 是不是很local 是不是很便宜 是不是比你選的好 是local是便宜 是好但是沒有比我選的好 有什麼要趁我不在的時候大善別的男人 我都看到了 你一直拍Beer256 那你們剛剛在聊什麼 他們是當地人的嗎 對他們是這裡的大學生 然後他們就很好奇我們只會找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就問他們說這個地方叫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這沒有名字 只要是local就知道這個地方 你看我是不是很厲害 你好像喔 真的有一點厲害 我覺得你輸定了 沒有我還是不會說 你輸定了 你輸定了 你看這個地方多特別啊 而且還可以跟當地人聊天 你是不是自己覺得蠻好玩的 我好像自己會偷偷來這 來胡志明當然就是要去很有質感的咖啡廳啊 而且這邊有別的地方找不到的咖啡公寓 除了咖啡好喝之外也可以拍很多美照 有深激感的咖啡廳到處都有 因為咖啡這麼有名 當然要喝在地local的咖啡才對啊 所以你確定是這嗎 這跟我在網絡上看到的咖啡公寓 長得完全不一樣 這邊看起來超像很Random的民宅欸 你網路上的那間看到的是已經太有名的咖啡公寓了 那這邊已經有很多地方 很多牌子都是咖啡廳的牌 真的耶 對啊都在樓上 旁邊好像真的有一點酷 而且它不只是咖啡廳還有賣衣服 對啊 有一些是bar欸 這些好美喔 對啊 好像那個扭靠倉庫的感覺 真的 慢慢逛可以挖到一些很酷的小店 然後大概花了半個小時 才決定 決定要來一家 這真的是太容易選擇障礙了 而且我剛剛直接已經摄影大姐的病已經犯了 因為妳剛剛快氣死了 就是我一直在拍 我超餓 真的是 欸這個座位很棒耶 對啊 採光超好的 外面就是樹 就沖上在歐洲的感覺 好我們剛剛一人點了一杯飲料 就是我就是大概就是5、6個台店而已 也超級便宜的 對啊 其他店裡也都看起來是當地人 很少玩嘛 剛剛在馬路過來 跟妳一踏進這個beautant裡面 然後往上走 完全不同的氛圍 差超多的 真的很沉 好啦我必須說這個是我如果再來很適合 自己會來的地方 我如果是妳的話 我現在壓力都超大的 是 是 這真的壓力滿大的 現在已經來一遍叫做咖啡bots 所以妳快點看 這是我們等一下的位置喔 妳裝得要冷氣 然後妳沒有裝潢嗎 是不是看起來很溫馨 我告訴妳 這邊的重點就是咖啡 不是裝潢 好啊 妳就是要旁邊喝個咖啡 然後坐在旁邊跟旁邊喝咖啡 一邊喝咖啡 真的是非常融入當地 沒錯 它看起來超像是路邊的小吃飯 但是其實妳要走進才會發現 怕在賣咖啡 他們就是直接騎著機車來 然後點個咖啡就走 然後他們做咖啡的樣子 它等一下會用一個濾網拉起來 剛剛椅子我還是自己搬的 那我說哪裡有位置哪裡有位置 然後有人就指著旁邊椅子說 嗯要喝咖啡 自己搬喔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身邊 就是全部都是Local 我們真的都會就是不認識要圍在一起 對 我們剛剛點的是咖啡加煉乳的 但你也可以點純咖啡 很少會喝到有加煉乳的咖啡 一般都是加點我買的 又要味不喝了 對 好吧 很濃郁欸 很濃郁欸 而且煉乳真的蠻香的 好像比一般咖啡濃 我在網路上查的時候 有人就寫說 它用那個濾網的方式 會比一般喝到手上咖啡的感覺更短 而且這一杯才不到20塊台幣 我覺得當然環境是沒得才 就是Janny水店真的超級漂亮 那邊是不是真的很人物當地的感覺 那如果你會講越南文的話 就可以跟Local聊天 對 對 或者是這裡外帶我覺得也很好 都出國了當然就是要住好一點啊 而且在胡志明消費這麼低的地方 你花少少的錢 就可以享受到五星級飯店的服務欸 多好 後來胡志明當然住那種很便宜 但是又很有設計感的旅店啦 而且這種家庭經營的小旅店 他們通常住客都不多 所以你會有那種 住在家裡很溫馨 但又住得很舒服的感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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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東西真的超級多 第一次是樂士 然後還有現場的BBQ 對啊 而且 它整個環境又超級寬敞的 我必須說我蠻喜歡的 是不是 但是這裡感覺很貴 我們應該住不齊吧 所以我們沒有住啊 我買的是它的Tackage 所以除了現在的寶貝金 大家還會去用他們的泳池 然後有人幫我們做SPA 做指甲 而且還有酒可以喝 這家間有夠漂亮的 超級漂亮 兩張床超漂亮的椅子 然後浴缸 然後裡面它是認真放花瓣的 對啊 你看連那個鏡子都超美的 超扯 這是我第一次跟人家做指甲 第一次 台灣按摩舒服 不只舒服 整個就覺得好香喔 就是整個房間的氣氛 然後音樂採光 然後加上香味 加上按摩 是真的蠻爽的 我剛剛做完美甲了 然後現在要帶神明來這邊的無邊際泳池 你真的是貴婦欸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大城市裡面的無邊際泳池游 這邊居然非住客也可以使用 超爽的 我覺得這點是很厲害的 神明你為什麼要用手的 你為什麼可以游過去 你為什麼要游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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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是這樣子 假裝游到這邊之後 然後坐下 假裝游到這邊 然後再這樣子趴著 哇 欸 你看台車是 蠻爽的欸 Gay掰 我剛剛去旁邊的酒吧店了 他們package裡面還有雞尾酒 然後直接幫我們送到油城旁邊 那間是有一點點小客人 所以今天的營煙 但是照理來說 如果是天氣好的話 你從那邊可以自己看到夕陽 就可以一邊喝酒 一邊看夕陽 那你自己如果 你來的話 你願意花多少錢嗎 就有台幣 那個spa是真的很厲害 我願意為他付兩千 他大概一千吧 我覺得大概三千到四千之間 他只要一個人 兩千 這還蠻划算的欸 對吧 如果去旁邊 或有警察酒店的話 最便宜的房間 一個人大概也是五千台幣 但是這裡就是一半的價格欸 其實很想吃過這麼多的特色 真的完全不用出門 也是過得蠻爽的 這個package 就是你可以延續到晚上 所以你還可以在這邊看夜間 喔 好 這也是帶一圈你來做的這間 叫做他麥神 怎樣 大姐目前滿意嗎 超級滿意 有沒有看到 他就開到一個小巷子 然後我就想說 Solay跟我說這間不到一千塊 我先都被綁架 不知道會被綁去哪裡 我一進來他門口就是這間咖啡廳 就是你最喜歡的咖啡廳 是有質感的咖啡廳 就有整個嚇到 想說住出去 我還在咖啡廳裡面 我是不是很了解你 所以你現在超期待他的房間 會長怎樣 怎麼樣Janny 喜歡舞跳的房間嗎 Janny 欸 Janny在哪 欸 等一下 你在幹嘛 這個浴缸好大好舒服喔 你趕快給我起來 我還在這嗎 不行 好啦 我們房間有一個浴缸 然後淋浴空間跟廁所是分開的 這邊還有一個烤箱跟冰箱 所以他整個空間 光是廁所就這麼大欸 這客廳彩工超好 他要怎樣的裝 真的 欸這個扮圓鞋看起來超級美的 就有一種自己是公主的感覺 對啊 怎麼辦 好像有點喜歡這 我們剛剛下午那個套餐啊 我們兩個人價錢在這裡 可以住三個晚上 三個晚上 怎麼辦 好像好像有點划算 你輸定了 你輸定了 我我我我 不行 這裡沒有泳池 誰在乎泳池啊 我沒有泳池 我不管了 我要出來的床那麼痠 怎麼那麼幼稚啊 好那還是要提提大家一些在胡志明自由行的一些Tips 首先是簽證 那最方便又最便宜的選項就是辦落地簽 大家記得在網路上的Visai Love Vietnam 先申請一個落地簽的許可函 再之後帶著兩張照片還有25美金 直接在胡志明的機場辦理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怕英文不好 然後又不介意多花一點點錢的話 其實你可以到越南住台經濟文化辦西處辦理 但這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你要跑兩次 所以你也可以請旅行社直接幫你辦理 那再來是SIM卡 其實你一入境之後就能看到很多電信公司的櫃檯 那我們最推薦是買Visai Love Vietnam的SIM卡 因為它的網路排外範圍是最廣的 最後是交通 我們最建議的就是使用Grab 因為胡志明這邊的交通其實有一點點亂 所以我們不太建議你租機車 Grab就是最方便又便宜的選擇 那最後就是我們兩個人玩下的感覺 雖然我跟Jerry就是完全不同旅行Seller 但是我們發現 胡志明居然可以完全的滿足我們耶 真的 我就想要藉由這次的氣泡來 讓大家認識更全面的胡志明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胡志明就是一個拍照打卡的聖地啊 但是必須承認這邊真的滿適合拍照打卡 連我都拍了很多張 對 但這並不是胡志明的全貌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更了解這個地方以後再做選擇 這也是Size 我也不甘放完 而且配胡志明其實還滿便宜的喔 現在只要搭越南航空 很容易可以找到那種台幣來回5000塊的機票 而且它是全服務航空 你是可以吃到餐點的 它其實會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越南航空現在退出了 最適合小資族的機票選擇 你不用買行李 還是有12公斤的手提行李 加上餐點 這樣其實跟連行的價格差不多 差點 想要搶到超華賺機票的人 趕快點影片敘述裡面的連結 就可以到越南航空的官網訂機票囉 好啦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LIKE 那如果不想錯過更多不跟蹤玩法的話 記得訂閱開鈴鐺 那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比較喜歡誰的推薦 好啦 那...那...那... 髮龍幹他很幼稚耶 好啦 最後是髮龍Instagram 掰掰 掰掰